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公益讲座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段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 大家能想象得到吗 史老师 史中期老师 70多岁的老人 能够跳一个这么好的舞蹈 那大家也猜到了 这个浓烈的俄罗斯的民族风 大家也猜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公益平台 那我们这个公益平台叫 COVID-19 Relief Bay Area 那是因为这次新冠病的疫情爆发以后 我们成立的 是由湾区的乔路基金会 湖南联谊会 汉林文教基金会等 二十几家 湾区的华人组织成立的 那主要呢是做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呢是我们在这边筹款 然后呢购买PPE 早期呢捐助武汉啊北京啊 一些国内的重灾区 那后期呢在美国爆发以后呢 我们在这边捐助了很多家 本地的湾区的医院和一线的医疗机构 那我们现在还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那也感谢大家一直对我们这个公益平台的支持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工作呢 是在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公益讲座 那我们从二三月份开始 到目前已经二十几个厂公益讲座 我们会讲跟疫情有关的一些医疗的知识 那也有很多是跟我们生活相关的 包括艺术啊包括这个人口啊历史啊文化啊 什么这方面的 那希望是我们湾区的华人听众 能够在对抗疫情的时候 有保持有一个积极的生活的这个态度 能够积极的对抗疫情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有请张毅老师 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 张毅老师 到我了吗 对 音乐舞蹈啊胜过千言万语 刚才史老师就是开场献上了一支热情高涨的 这个俄罗斯民间舞啊 已经为今晚的主讲嘉宾铺设了华丽的红地毯 各位朋友们好 我是张毅 非常荣幸能够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主讲嘉宾 孙岳老师 孙岳老师呢他是一位资深的旅俄作家诗人文学翻译家 他也得到过很多很多的国内的文学啊翻译奖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那个还有一个大奖师在俄罗斯 皇家协会颁发的圣尼古拉精致勋章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的对他一个奖章吧 那个现在的那个初期俄罗斯啊 这个经济看上去已经早就在世界的后面 但是他们的文化艺术一直影响着全世界 至今还让我们全世界人民敬仰 我呢想他一定有非常深刻的人文啊历史啊 这个宗教信仰方面的这些背景 我们这代人呢 特别是五零后六零后 那个受父母背的影响吧 对俄罗斯的文学艺术 音乐有着非常浓厚的情感 俄罗斯的文学作品黑白电影音乐都影响了我们两代人 喂养了我们两代人 这种感情呢也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逆减 现在随着92年苏联的解体呢 俄罗斯的文化艺术家们可以自由的往返西方 东方与世界有更多的交流 特别这几年我们接触了大量的芭蕾 音乐 开了眼界 就更想去期待的去了解俄罗斯的文化背景 到底什么样的土壤 辞生出那么多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俄罗斯的灵魂到底是如何塑造的 我非常幸运啊 在今年春天一个那个 庚子年自由谈的系列中 有缘认识了孙老师 我也知道孙老师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俄罗斯读行笔记 所以我就即刻联系了他 就是在网上购 就是采购了几套 这么多年来 这个孙悦老师呢 就是专注俄罗斯的文学宗教 以及四百年来 中俄关系那种非常弹根错节的历史研究 特别他二十多年了 一直在旅居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 他独自行走在天旷地眼的俄罗斯平原 用他亲身的经历 讲述俄罗斯人大自然 与社会神奇的故事 2020年最新出版的这本书呢 也被俄罗斯的作家们认可 俄罗斯的一个诗人 还有一个诺贝亚文学提名的 一个叫康斯坦迪 凯特洛夫 跟孙老师联手 翻译了这本散文 介绍给俄罗斯的读者 孙老师翻译了另外一本 非常重要的既是文学 切尔诺贝利记导 这本这个事件 我想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故事 对吧 因为这部的书写出来以后 这个作者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孙老师就把这本书 翻译成中文 介绍给了我们中国人 我记得这个 我看了我这本书还没仔细看 但是最后有一点 我觉得这个孙老师 在后继的时候 写的这句话非常重要 他说 贝亚诺贝利地道 告诉我们 良善 器恶 是人类未来生活的全部 一个学者用了大半身 去虔诚地 真切地去体会 去热爱一个异国的文化 这只能证明一件事情 民族是世界的 文化是没有国界的 文学家没有国籍 艺术家也没有国籍 文化艺术 它是属于世界人民共享的财富 文化才能改变世界 我想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就交给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 孙叶老师 欢迎孙叶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张老师 这么如此热情洋溢的介绍 特别谢谢这个 湾区的华侨机构和组织 还有我们的公益平台 在通过这个公益平台 认识了这么多的老师 虽然都是第一次楼面 但是我们通过短暂的 在这个讲聊天之前 漫谈之前的这个互动 我们会发现 我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 而这种共同语言的很多 都是建立在我们对过去生活 还有今天回忆过去生活的 那些美好的这个细节的基础之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的 开心特别有意思 原来我们可以在通过我刚刚出版的这部 很薄的一本 这个散文集可以跟大家找到这么多的共同语言 我还要感谢我们的石老师 那伟大的舞蹈家 芭蕾舞艺术的专家把这么奔放热情的这个俄罗斯舞蹈 那献给我们大家啊 真的像张一老师刚才所讲的 这是已经给我铺了一道红地毯 但是我实在有点不敢当啊 这个事啊 这个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今天呢 其实也不是什么讲课 因为我想呢就是跟大家来漫谈一下聊聊天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对这个自己的这个成长都会有一些很难难以割舍的一些一些回忆 我们的成长呢跟今天我们湾区刚才所现身的这几位老师啊 这几位这个侨界的这个这个先辈们前辈们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他们都比我大啊 或者比我经验丰富或者比我人生阅历要丰富 这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这个阅历不同的这个经验 但是呢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青年时代啊 可以说在最风华正貌的时候我们受到过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这个不可避免的成为我们今天啊追遇青春年华的一个起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得大家在一起坐下来啊 面对面的这个要慢谈一下这是很值得的 那么我觉得其实文学它是一个很个人化的活动啊 尽管我们说一本书出了以后它可能会影响到很多人的这个心心里 唤起不同的这个感受 但是呢可能它在最初的时候是非常个人的东西 非常个人的东西 啊我呢当然现在今天啊这个还在莫斯科工作 我现在是在国立经济大学的这个管理系去跟给俄罗斯的这个 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学上开理名课 叫中国公共关系课 所谓中国公共关系课 实际上我们更多的内容就是把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们在传统文化影响之下所形成的价值判断 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啊在我们生活中 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啊所体的体现啊 进行有规律的提炼 完了以后呢这个跟 就跟学生讲如何把它这个有机的运用在我们的实践中 可能我们大概一个描述就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讲课的时候呢 我就更加想到呢 就是过去我们在中俄两国完全隔绝的时代 或者是交流甚少的一个时代 我们又是如何受到影响了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跟湾区的很多老师这个所经受的年代 尽管是在一个大的环境中 但是我们由于年代不同 我们对这个中俄文化的影响 他的感受呢也还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像我这个年代 在这个五九年末才出生的一个人来说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世界的时候呢 不是中俄文化交往辉煌时代 而是中俄交恶的开端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里 中俄文化经历了黄金时代 中俄文化的交流 中俄文化的这个碰撞 有那么有产生如此辉煌的火花 但是在此之后 在此之后 当我们出生长大 读书和学习的时候 中俄文化呢 其实已经开始进入完荒 已经开始进入封锁 那么这就是由于年龄差异不同 而经历的这个时代不同 这个产生的这么一种不同的感觉 你想在我们出生前十年的时候 苏联文化 我们就具体说苏联文学 俄罗斯文学 他是作为大张旗鼓的宣传和鼓励的读物 在中国人中间 在华人中文读者中间广为传播的 甚至是高于欧洲和美国文化的这么一种状态 是吧 那么在我们出生以后 谁能想到苏联文化和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 已经成为技术 这个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截止到这个高中毕业之前 我们所就是阅读的书籍在当时这个状态下 对俄罗斯文学已经很隔绝了 非常隔绝了 我就前段时间因为有朋友在跟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给他讲了个故事 就是说 因为我母亲她是一个做俄语翻译的人 50年代的苏联专家 所以我们家里面呢 就是有很多藏书是文文原版 特别是文学作品 尽管当时我完全看不懂 这个有那么几大箱子书 而且这些俄文原版的这个作品呢 都是带着非常精美的 配着非常精美的这个俄罗斯插图的 俄罗斯这个插图化至今 在世界的这个文学作品插图这个领域里面 都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席位 这个我们可以以后专门分这个细节来讲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一个上小学的孩子 这个对一箱几箱完全看不懂的书 外文书俄文书 这个他会产生一样什么样的感觉呢 由于当时我们所出的年代是一个知识很贫瘠 阅读世界基本上属于荒芜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呢我们我就很经常啊 趁着大人不在家的时候把那些书拖出来 从箱子里拖出来 从后边撬开这个箱子把它拿出来 打完一个小孩 这就是我当时的游戏 我记得很清楚啊 这是这是当时当时我做的一个游戏 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的书 当然慢慢长大以后和后来上了中学以后 会有一些这个年龄比较大一点的这个这个这个邻居啊 这个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 其实这些不过就是我们今天啊 在到处都可以看到的啊 所谓俄罗斯文学名著 这个里边有普希金 有莱蒙托夫 那有这个呃 现当代的当时的苏联文学的这个名家 什么这个奥斯洛斯的鲍尔科达金啊 这个这个钢铁紫杨链成的啊 还有这个马可林特的教育师 还有其他 那么这些作品呢 我们在当时特别是原文作品啊 其实私藏这些作品已经是问题了 但是对我来说 每次把这个箱子打开 我觉得都是一次节日 就是想想到现在 想到现在这个很多家家户户的孩子们啊 这个年轻人啊 他们也在读书也在买书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我 我们当时的快乐 就是我们当时就把它视为 我们自己的一个 嗯 很 就是 既不能跟别人分享 因为为了安全 同时呢 自己内心又急于想 让大家都知道的这么一个阅读体验啊 这个这个这么这么一个 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啊 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状态 啊 这个 我们当时还看了很多中文版的图书 就是当时这种中文版的图书 因为看了年代很久远 他是从小学就偷偷的去偷偷的去阅读 我记得阅读的最多的就是 梅艺版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因为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从1950年代以后到翻译至今 中国大陆一直在不断的出带的译本 作为一个啊 相对来说在文学翻译上还 就圈内人吧 我觉得这个每次不同的这部作品的翻译都会带来一些 语言上的一些革命啊 都会带来一些对内容上的一些解读啊 因为当时呢我们所读的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的 梅艺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这个梅艺版的这个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我后来到了大学时代又读了一遍 又读了一遍 我一直觉得梅艺版的作品呢 这个它是很难超越的 如果大家谁还去读这部作品的话呢 我建议首先可以读梅艺这个版本 但是我不知道呢是不是还能够再买得到 但是我想在旧书店一定还会有 这是一点 还有就是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在六七十年代这个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呢 这个梅艺版的书呢 好像依然在中国有出版啊 当然在当然据说在出版的时候有很大的删结啊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他要在这个文学作品中也要进行一些啊 做一些手脚吧 就这样的 那么这个后来根据梅艺版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中国还出版了这个相应的连环画 我觉得这个连环画的这个是 因为今天肯定有这个我们的画家艺术界的前辈在这里啊 我个人觉得啊 大陆版的连环画在当时水平是不低的啊 他尽管呢 在与苏联原版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这部作品 在插图上啊 可能是有有我觉得还是水平有差异 但是已经水水平是不低了啊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当时啊 我们我们这个做过比较啊 我们拿到的这个原版的我拿到的这个原版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这部这部作品 带有苏联原版的插图和中文版的那个连环画我做个比较 这个我记得记得很清楚啊 而且这个这是一点 而且在我们进入阅读高峰 阅读这个旺盛期的时候啊 这个50年代翻译出版的这个苏联文学啊 对我们还产生影响有些书尽管当时已经不可能再版 但是我们以私下这个旧书流行的方式一直在传送啊 比如说这个苏联有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叫这个Matiyev Matiyev他有一本小说啊叫绿锁链 他讲的是这个他实际是被当作当时苏联的反特小说名作在中国推行的翻译发行的啊 这个作这本书呢是1955年也就是说在战后十年以后在苏联开始发行的他的讲的主题就是为国战争期间啊 这个莫斯科有敌特啊这个半夜起来向天空发射绿色信号弹指引德国飞机轰炸莫斯科的故事 又如何被苏联的这个警探和儿童共同的破获啊 这样一个故事啊现在想想这本书实在是没什么啊 这个从情节上语言上啊整个结构上啊但是在当时来说对我们却有天大的影响啊 这部书啊可能我想翻译成中文大概十七八万字或者十五六万字 我拿到我们年级去我拿到学校去读的时候被我们年级的这个同学们借走 这个年级有四百多人好像是至少有一半的同学翻看过借续翻看过 因为一本完整的书最后送回到我手里的时候中间剩不了几页 你可想而知大家这种传递的这个这个这个节奏啊 还有这个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漫长啊 对多少人看我都不知道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七十年代这个一本苏联文学被大家翻到烂啊 现在不知道啊还有哪本书能有这种啊就这这有这种不是厄运啊有这有这种好运啊 这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呃我们记得对苏联的俄罗斯文化的这个特别短暂和粗浅的印象 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呢呃来自于呃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呃这个这样一个小小的情节 因为当时的有的人家里面会有短播啊收音机会有全播段吧中播短播这个我我们那时候也有这么一部收音机听别的台就是我说用短播听别的台的时候都很模糊啊 只有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时候特别是听到里边那个红羊红很很激扬的这个钟声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种非常遥远的美好的非常嗯怎么说呢就是非常震撼的向往的感觉 但是这种这种感觉啊现在说说觉得可能是非常平板啊非常平淡 但是当时呢我觉得已经啊已经是很深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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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过不少俄国文学的孩子的心啊 当时我是我我现在是想起来一直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我们当时是怀着非常胆怯的那非常胆怯的心情在听这个就是这个钟声啊 那么就听了钟声但是后来我到了莫斯科才知道原来莫斯科跟我们的同龄人就是莫斯科当年的孩子跟我们同差不多同龄的孩子也在很胆怯的啊 听中国的中文或者是听欧美啊广播啊这就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啊也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六七十年代啊收听两个国家收听所谓敌台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 其实我也写过一些散文写过一些写过一些小小的故事啊啊尽管没有收入种种原因没有收入在这部散文集里 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真实的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在那样一个年代啊在那一个信息闭塞又缺乏这种长距离啊 这个确保保确保没有没有任何没有任何衰减的这种交流的这个这种这种这种方式在这种状态下呢我们如何去了解对方的文化 那么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就是很难很难这个磨灭的这么一个印象 所以另外我们就是到了这个七十年代末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高考进入大学学习 所以我就可以说呢没有选择这个俄语专专业的当时没有选择俄语专业因为这个专业对我来说呢其实一直是陌生的除了我在前面有过俄罗斯文学阅读的这种体验 当然我还有其他欧美文学都有但是不一定大学我就要选这个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啊这个这个很非常奇怪的原因 非常不可知的原因也是命运的捉弄所以呢我就在七十年代末去这个被选择了这个俄语专业 那么这个被选择以后一直到今天啊就变成了一种从被选择到主动的亲近啊到主动的去探求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文化和他对我们的影响 这么多年来经过了几十三十二三十年的这个对俄罗斯文化的这种 嗯就是探探探探探索以后我更觉得呢这个有一有一件事情是我难以 往难以放弃就是我特别想知道两个国家他是如何 见面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在四百年前 相差这个千里万里不是邻国那么为什么在四百年之后他变成了邻国而又 产生了这么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纠葛 这种纠葛是可能我们至今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他确实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两个国家 甚至影响了两个呃两个巨大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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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空间 影响了这个几代人的这个甚至是数代人的这个生活和他们的这个命运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大的因为这个主题虽然很大但是作为一个作者 我觉得我特别是又是又是研究这个方向的作者 我觉得我有义务去把它搞清楚啊给自己一个交代 同时呢我觉得也给后人啊一个嗯对这个疑问的这个可能是粗浅的答复啊 不一定这个答复是准确的但是我一定会告诉我们的后人啊这个问题呢 我曾经探索过啊是举我的洪荒之力去探索了这么一个巨大的主题 当然是非常的不够的 这就是我现在总结这么多年来的这个一个个人的心得 在学习完这个语言以后 在我们就像就像任何人一样我们就有巨大的一个巨大的愿望 就是非常希望能够去看一看亲自去亲历一下啊 俄罗斯到底是什么样当时还是苏联我们在这个有机会去以个人的身份啊 去访问苏联的时候已经是苏联进入末期了啊 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但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并不知道明天苏联将不存在啊 这是二十世纪呃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或者是说是最大的历史事件没有之一 对我来说苏联不存在了就是这样一个在我心中就是这样一个地位 所以我们我当时是坐着火车从北京出发直奔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啊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心目中啊还一直在想象着这个我们从我们从这个语言从这个书上文学作品中从杂志报刊电影中所看到的那个强大的帝国的样子 因为这个帝国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有巨大的影响力 所以我就在这个苏联节级的前夕啊 前夕或者叫前夜在1991年的春天啊 这个时候一路坐着火车到了莫斯科就关于这段历史呢 就是我曾经写过一个小小中篇啊 讲到跟我同车的啊就是跟我同行的呃一些朋友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素不相识是在火车上才认识的 他们有不同的职业啊有不同的职业 有这个二道贩子是吧 当时大家知道卖什么皮夹科卖牛仔裤 还有这个 留学生 最后最后的几批从就是中国到苏联去留学的公派留学生 大多坐火车 呃还有 南方一些呃 乡村的人通过苏联入境南欧或者中欧国家啊 走斯克啊 不同的人 所以这个火车在我的眼中 他就是一个 嗯 特别像这个嗯 苏联作家巴比尔所写到的一个奥德萨的一个小街道 这个街道里边呢 是啊 这个不同的种族啊 不同的职业啊 不同的操不同的语言啊 大家在做了一件共同的事情 就是买和卖 我觉得就是很像这个小说中的一个场景 所以这个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体会 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作品在未来的时候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段历史也是逐渐被大家所淡忘 但是中国人这个非常这个就是成群结队的开始大量的涌向苏联的时候啊 或者涌向末代苏联的这个这个国家的时候呢 就是在1991年的开春 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呢 中国人才前不久才拿到了所因私护照 我们终于可以可以因私而出境了 当在此之前大家是很难的 这段历史呢 就很有趣 那么在我们的火车走了六天 在第六天下午到达这个莫斯科的时候呢 我们我一从车上下来 看到因为莫斯科的这个火车站在莫斯科的市中心 在市中心地带 三个大的火车站 比肩而立 一看到这个莫斯科的火车站的时候呢 真的我就觉得完全精神就是思想完全对跟那个就是有点崩溃的感觉 跟我在书上读的电影里看到的和从苏联留学回来的老师们所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个时候的苏联已经进入了最可怕的破败期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苏联已经垃圾成片 到处都是野鸭野狗 而且这个大的车站 雄伟的车站 年久失修 苏联人的这个精神呢 很压抑 而且他们穿的这个非常的这个 颜色很沉重 表情也很凝重 就是不是我们过去在图画上 镜头上所看到的一个伟大帝国首都的雄姿 没有了 所以我当时就一直 就觉得非常的震惊 直到这个 我看但是我从另一个角度我看到呢 就是作为一个文化人呢 我去观察他们的这个一些有趣的文化现象 我就会忽然我就忽然发现这个所有的这个公共场所 他们都在 就是他 他的这个人最多的摊位 这个就是商业场所的人最多的摊位 是图书 是书摊 我觉得这个是给我震惊也特别大 正如我们 我们我所看到就是可能是苏联 苏联解体之前 苏联的末日的时候 他的最 这个最兴旺的店铺 除了食品 就是书店 就是那么再进去观察以后 你就会发现 所谓这个书店的繁荣 他是因为有大量的在苏联时代被列为禁书 会被列为不得阅读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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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 或者是书刊不断的这个就是在增在增印 或者是前所未有的 除了地下的这个 他叫他叫 Sami Start 叫中文叫什么 我想想 应该叫这个地下出版物 对对对地下出版物 而且呢 没有人去干涉 自由买卖 而且全部是溢价 这种这种这种市场经济的概念 从从卖这个这个禁书就开始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 这是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个现象 甚至今天 俄国已经打开了这个对于文学的这个禁令 苏联文学作品 俄罗斯古典的或者是当代的文学作品 可以在今天这个畅通无阻的这个销售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见过 大家当时这个俄国观众 俄国的读者 对文学的这种渴求的程度 他跟我们中国也形成了一个呼应 都是在这个时候呢 有这样一种 有这样一种对文化 对复苏之后的这种文学的这种热爱 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 我就觉得我就是 用一句话说就来着了 终于看到了这个原来是这样一种情 原来是个原来原来我们的很多老师们所没有见到的场景 被我所撞见了 被我所很很就是很幸运的碰到了 我就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有很多从这个禁书上啊 从他的文化自由度上来看到了一个完整的苏联文学发展的一个画面 这是我觉得当时特别兴奋的一点 其实这个我们很多政治评论家 这个理论家都在不断的连篇累读的啊 去写了大量的论文 来论述这个苏联解体的原因 这个因为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 二十世纪最大的一个政治事件 因为我讲到这个苏联 俄罗斯文学的和文化的时候是也不可绕过的一个主题 但是呢 这个俄罗斯东众教的这个都主教叫吉洪 他现在也是普京的私人的一个牧师 他就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说 如果你要说到苏联的解体 有列出大量的原因 分析大量的这个 内部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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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还不如说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答案 就是俄罗斯文学中 在苏联的后期 苏联文学中 大量的色情和大量的这个 自由自由主义的描写 自然主义的描写和自然主义和突破批判现实主义啊 突破这种创作观念的这种态度 回到了苏联 那么翻回头来我们再看到八十年代以后 到了八五年到八五年以后 一直到九零年 苏联文学的这种啊 他的这个突破啊 我们认为就是越来越和这个西方文化的这种这种啊 贴近和他的在这个判断上啊 文学判断上 价值判断上的一些一些相似之处 确实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多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 哥尔巴乔夫尽管当时对整个苏联文学的发展 这种发展呢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呢 更多的还有些有些读 有些评论家就说出就曾经说过就指出过 这是一种苏联文学最后的洪水猛兽啊 他终于被放了出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 可能也是确实如吉宏所说 他是在意识形态上在价值上加速苏联崩塌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啊 这个我们呢 呃 谈到这个苏联的苏联文学啊 谈到苏联文学的时候 这个 我在莫斯科有一个作家协会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呃 他是很早就 加入这个苏联国际笔会的一个诗人 三次获得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凯德洛夫先生 呃 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呃 他是很有趣的人 他在苏联时代呢 呃 只有一个梦想 这也是我接触过的最有意思的一个苏联作家 他这个梦想就是要成立一个自己的文学俱乐部 这个梦想呢 从七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都没有实现 但是呢 他却实现了自己成立一个俱乐部的梦想 而不是文学俱乐部 他的他的这个 他所成立的文学俱乐部呢 是一个跟诗歌有关系的 跟诗歌有关系的 当然在苏联是不太不可能让你去做这样一个俱乐部的 但是呢 他把这个诗歌啊 的缩写 俄语的缩写 直接翻译成 蜻蜓保护协会 所以他对外就跟别人说 我是一个动物保护组织 我呢 只是做公益事业 保护蜻蜓 因为蜻蜓是有利于这个生态环境的 一种有益的 这么一种昆虫 居然呢 呃 就得到了这个地区组织的认可 让他可以去做蜻蜓保护 所以他利用蜻蜓保护 就做了二十多年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的传播 因为这个保护协会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小的权力可以做一些小的有限度的活动的 那么我们在莫斯科的交往期间 我就问到他 关于我在莫斯科火车站 所见到的那些洪水猛兽 他怎么看 他也告诉我 他跟我说 他说那些满街卖的那些书 他也见到 他说 这个 我就问他 我说是不是这些书 真的就预 当时就预示的 苏联要面临的一场激变 或一场暴风雨 来临之前的这么一种 这种暗示 呃 他说呢 他说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就是 呃 在这个铁幕最后 呃 被冲毁之前 啊 这是最后一朵浪花 因为在所有的这个 这个社会发生激变之前 啊 都会有 领先冲到前面去的这种 排前 小前浪啊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当时你看到的 这个在苏联 火车站看到的 这个大量的地下出版物的出版 我们就把它叫做 苏联解体的前浪 那么 这些哪些作品 这些前浪的作品中 是不是都是有价值呢 那么因为很多 在苏联解体之后 有大量的呃文学作品 被翻译成中文 介绍到中国 成为中国 中文读者的这个 呃 中文读者的这个 阅读的 呃 这个 阅读的图书 当然我想的也不是这样的 因为在 俄国文学发展的 这个数百年里边 最后能成为 有价值的读物 能成为 呃 我们 最后变成 变成 快制人口的这个 这么一种经典文学 他还是需要大了 时间淘汰 需要这个时间的检验 所以呢 经过这个苏联解体 从我们 第一次踏上苏联 九一年踏上苏联 在解体的前夜 看到 他开始涌现这些 长期被压抑的作品 到今天 啊 到今天 呃 有些作品 能够堂而皇之地 在国家的这个 国家的书店 啊 这个 正式发行 甚至是在 啊 中小学 被列入中小学的课本 成为范文 成为这个 新一代 所要了解和掌握的 这个 这个 语言和文学的 这个经典 那他都是经过了 这个千锤百炼的 所以我觉得 呃 我们在这里 也不妨 给大家 呃 就是 提供一个 呃 这个 阅读的参考 阅读参考 就是说 呃 在经过时间的检验 这些作品 在 在苏联 在苏联 在俄罗斯时代 曾经备受争议 但是今天 啊 但是今天 我们不妨一看 而因为有些作品呢 确实 已经成为 传世之作 啊 我以后可以跟大家 把这个 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在这个 分享之前呢 呃 我们也可以 可以 我们可以 这个 我给大家的 带来一部 这个 呃 小短片 让大家先 心 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完了之后呢 我们结合这个短片 我们再来谈谈书 好 现在我们有请这个 袁老师啊 帮我们把这个小短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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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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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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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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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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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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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